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美丽的小山村 叫桃花村 爹 这前面是条小溪 您一定要小心啊 嗯 你抓紧拐杖了吧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是七岁的小沈青 和他的盲人父亲出门了 沈青的母亲郭氏 生下他没多久就去世了 父亲沈赫龟 为了给小沈青掏口奶吃 走家串户到处求告 千辛万苦他 把他拉扯大 沈青渐渐康康地长大 不知不觉已经十七岁了 沈青心灵手巧 很会做衣服 平时也常常给村里人 帮忙打下手 赚点钱 细心地照顾着自己的父亲 他的孝心感动了大家 方圆石里的人们都知道 桃花村有个孝顺的姑娘 家里有人吗 我是前村张府的 张府人说想见见沈青姑娘 张府人吗 会是什么事呢 小青 你去一趟吧 路上小心 沈青跟着张府的下人上了路 我听说你是个非常孝顺的姑娘 我今天见到你呀 心里就更享受你做我的女儿了 如果你做了我的女儿 我会好好待你的 你就不用再吃苦了 你愿意吗 谢谢您这么喜欢我 不过 我爹离不开我 需要我在身边照顾 今后我会常来看您 给您请安的 就在沈青向张夫人告别的时候 小青怎么还不回来呀 沈鹤归担心女儿出了什么事 坐立不安 沈鹤归拿起拐杖 摸索着出了门 她小心翼翼地走着走着 听到前面有溪水的声音 沈鹤归用拐杖敲打着 找到了小石桥 然后小心翼翼地 一步一步往前走 突然 他脚下一滑 掉进了溪水里 救命啊 有人吗 救救我 一位僧人正好从这里经过 他从小溪里救出了沈鹤归 您是哪位呀 太感谢您了 我是山那边寺庙里的住持 给菩萨献上三百蛋 供养米 然后前程祈祷的话 您会重见光明的 听说能够重见光明 沈鹤归也没顾得上多想 就答应住持会捐出 三百蛋大米做供养 哎呀 我真是疯了 家里连明天吃的米 都不一定有 哪里有三百蛋米啊 这时候 沈青从门外 跑了进来 爹 哎 衣服怎么都湿了 沈鹤归把自己 掉进溪水里后 遇到僧人的事情 告诉了沈青 是真的吗 那位僧人是这么说的 别担心 爹 我会想办法 抽到三百蛋米的 虽然这么说 沈青心里其实也没有底 一天 沈青坐在院子里 望着夜空发呆 小青啊 你怎么了 啊 没什么 您这是去哪儿了呀 去赶集了 我在集市上 还听到了件奇怪的事 说是要出海 做生意的商人们 在找人做祭品 还说 要多少钱 就给多少钱 听到要多少钱 给多少钱 沈青一下子竖起了耳朵 第二天 沈青就去找那些商人 说愿意做祭品 听了沈青的话 商人们答应 还会给今后 只剩下孤身一人的 沈鹤归一些钱和大米 让他能安享晚年 沈青回到家 给父亲做了好几件衣服 还准备了够他吃一阵子的饭菜 就在他要去作为祭品祭海的前一天 爹 张夫人说 想收我做养女 张夫人还给了我三百担供养米 爹 以后见不到我 也不要担心 我一定会过得好好的 沈青啊 你一定要走吗 沈青忍住哭泣 告别父亲上了船 哎哟 小青 小青啊 村里人实在看不下去 就把沈青 为了换来三百担供养米 去做祭品的事情 告诉了沈鹤归 绝对不行 我不要供养米 也不需要重建光明 但现在已经晚了 商人们的船 已经载着沈青驶远了 船在茫茫大海中央停了下来 商人们举行了简单的祭祀后 沈青上了船头 他拎起裙子 纵身跃入大海之中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沈青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到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地方 四周是美丽的风景 原来 沈青的笑心感动了龙王 他把沈青带到了龙宫里 沈青的父亲沈鹤归 怎么样了呢 很遗憾 他的眼睛还是没能重建光明 不过 哎哟 您好啊 大家都叫我秉德妈 您不必担心 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我来帮您 哎呀 这个秉德妈呀 可不是什么好人 这不 他一点一点的 把沈鹤归的家财偷走 最后有一天 干脆逃之夭夭了 沈鹤归又变成了穷光蛋 只能告村里人的施舍 勉强度日 那么 沈青在龙宫里 过得怎么样呢 虽然生活在美丽的龙宫里 衣食无忧 但沈青的心里 却充满了忧愁 没有一天不再担心 留在家里的父亲 小青啊 你想回到陆地上去吗 我 我真的可以回去吗 龙王被沈青的孝心感动 便让他站在一朵巨大的荷花里 然后把荷花送上了海面 荷花冒出海面 那里正是之前 沈青投身大海的地方 那个时候 正巧有一艘商船经过 船上的商人们 发现了那朵荷花 这些商人把荷花摘下来 献给了年轻的国王 沈青就这样成了王妃 但是 沈青仍然很担心自己的父亲 没有一天不思念他 陛下 可不可以请您大摆筵席 把全国的眼盲之人 都请到王宫里来呀 这样 也许我的父亲 也会来的 宴会那天 所有盲人都聚在宫殿里 大快朵仪 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那不是 沈青向着一名 衣衫褴褴的老人跑去 爹 是我 我是小青 小青 真的是我的女儿小青吗 是的 小青啊 爹 沈青和父亲终于重逢 两个人在宫殿里 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不仅如此 因为有孝女沈青 这位王妃的照拂 老百姓们 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不仅如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